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解析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突发 中国芯片企业在美国赢得官司 美国司法打击重挫 美中芯片战争下步如何进行 中国芯片制造商在美国商业机密刑事案件中获得洗清 川普执政期间 美国罕见起诉中国公司 美国司法部指控福建进华窃取美光科技机密 彭博 一家中国芯片制造商被洗清了经济间谍罪和其他刑事指控 这让美国司法部打击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的行动遭遇挫折 在美国商务部将福建进华机体电路有限公司 列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五年多后 美国就金山地区法官马克星 切斯尼 Maxime M. Chetney 经过非陪审团审判后 裁定该公司无罪 他周二的裁决可能会缓和拜登政府为保护美国技术 而采取的积极起诉行动 切斯尼的结论是 美国检察官未能证明 这家中国政府资助的公司 盗用了美国最大内存晶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公司的专有数据 据称这些数据在与福建进华的制造交易中 通过台湾联华电子公司传递 联电在2020年承认盗窃商业机密 并缴纳6000万美元罚款后 协助司法部处理针对福建进华的案件 根据司法部在案件首次立案时的声明 如果该公司被定罪 福建进华可能会面临罚款 并被命令没收晶片 和因涉嫌盗窃技术而获得的收入 这项判决意义重大 因为虽然美国已经对无数非法向中国转让智慧财产权的个人 进行了追查并赢得了定罪 但司法部却很少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公司 针对福建进华的案件于2018年提起 当时正值时任总统唐纳德 川普与中国爆发贸易战 该案被吹捧为打击中国对美国公司和研究型大学 进行间谍活动的重大举措 2022年 乔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司法部 终止了川普的中国倡议 因为该倡议因煽动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而受到 强烈批评 尽管同时仍在推进对福建金华的起诉 尽管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体上寻求稳定 因间谍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恶化的关系 包括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会议期间举行的面对面峰会 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仍在争夺未了技术制上 同时 美光似乎试图安抚北京 包括承诺在投资43亿元人民币建设其中国晶片封装厂 并派遣执行长三镇Mirotra访问中国 美光科技和福建建华去年12月达成和解 同意放弃对对方的所有索赔 包括美国公司在司法部对这家中国公司提出形式指控前一年提起的民事诉讼 几个月前 中国政府出于网络安全考虑 禁止美光科技的晶片进入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一直与盟友合作阻止北京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和最新的晶片制造技术 这篇文章中重点讲述的是美国司法部锐意打击中国因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受挫的事件 看似严肃尖锐的议题 但在细语般的喷腐霹雳的调侃与批判中提供了我一些挖掘其滑稽性的素材 文章的一开始就以滑丽丽的巨型一家中国晶片制造商洗清了经济间谍罪和其他形式指控打破了尘封的气氛 仔细琢磨下这句话的前台词仿佛在说 你们看我们这个弱小的被人喜欢踩着脚底板摩擦的中国公司居然在美国的法庭上获得了清白 这简直就是把那些一手遮天的大公司给拍的人养马翻啊 文章接着写道切斯尼法官的判决可能会缓和拜登政府的激进起诉行动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那些天天盯着谷歌地图找新的任务目标的游戏玩家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打的怪物 还没等收拾它怪物就自己把自己解决了 问世间何为BGM 琐碎事后怪物也会揍起悲壮的心碎蓝调 这就是现实版的游戏神曲 然后看到那段提到的美国审判中国政府资助的公司 窃取美光技术的细节 更像是柯南探案剧本中错乱的剧情 看了半天 你会发现线索巧妙地藏在新任法官和拜登政府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政策变动中 他们就像踩在板栗上的松鼠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真是糊里糊涂收养了一只会打毛线团的猫 却又坐收山穷水尽的局面 最后的部分 文章说美光试图去安抚中国和再投资43亿建立在中国的晶片封装厂 这也让我看出了商言商 搞笑事实胜于明锐的道理 美光科技这个全球的大佬 开始醒悟了真是自己手下的那些给自己带来利润的小兵 这就像是想象中的大坏蛋在最后时刻突然变成脆弱的好人 然后再洒洒气球和糖果 作为诚挚的道歉 给大家留下了一张贼喊捉贼的新闻照片 汲取事件教训的不仅有美光科技 还有那些急功近利 各怀鬼胎的大公司 并不是所有的大V和名人对你说了什么 你就必须信什么 必须跟什么 把事情看得过于严肃 可能失去了笑点 把事情看得过于轻松 可能失去了思考 所以在发表出这份近乎滑稽的批评稿之前 我想说的是 大家需要的就是那剂适可而止的幽默疫苗 去面对这个不确定 充满挑战的事件 这个案件的原告是美国司法部 被告则是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晶片制造商福建进华 美国司法部向福建进华提起诉讼 相关指控包括经济间谍罪 以及其他一些刑事指控 核心争议就在于 美国指控这家中国公司 窃取了美国大型技艺晶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的唯一数据 根据供词 这些数据在与福建进华的生产交易中 是通过台湾联华电子公司进行传递的 不过后来联电在2020年承认盗窃商业秘密 并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罚款 配合美国司法部处理针对福建进华的诉讼 这个案件引发了全球极大的关注 因为其结果不仅对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 具有重大影响 也关系到了各方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和诉讼方式 但法官最终的判决是 美国检察官未能证明福建进华的确窃取了这些数据 由此福建进华在此案中得以洗清罪名 此判决无疑对美国政府的打击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福建进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简称进华集成电路 EIC是一家依赖于中国政府的资助并主打创新技术的公司 以理想与市场为两翼 致力于存储芯片技术的自主创新 同时也与全球的合作伙伴 共创双赢 一路送来的挑战与困难 无法阻碍其蓝图的逐步实现 该公司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一流的存储器制造公司 进华集成电路是中国DRAM产业的重要参与者 其与台湾联华电子签署的技术合作协议 更为其拓宽了发展的道路 根据该合作协议 联华电子将协助进华开发32纳米DRAM相关制成技术 该公司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带来了新气象 同时也提醒世人注意到了半导体技术的自主化路径 然而进华集成电路也承受了一些非议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7年与美光科技的诉讼案 美光科技在美国法庭上指控福建进华盗取了自家的内存芯片技术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尽管最终美国司法部未能证明该公司的罪名 但这起事件无疑冲击了福建进华的形象和声誉 最终福建进华和美光科技在2023年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 并且决定放弃至今针对对方的所有索赔 包括美光科技对福建进华提起的形式指控 这无疑是一个使得双方都能够保存面子的结果 也带出了当今国际竞争中支持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困难性 美国与中国的芯片战争主要源自两国之间激烈的科技竞争 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寻求从高度依赖进口芯片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与此同时 美国则在努力维持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先地位 在美中贸易摩擦背景下 芯片问题成为了核心的争端点 美国政府出于对中兴通讯和华为等公司 所使用的美国芯片技术 可能被用于军事和情报活动的担忧 对其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和限制 这也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对自主芯片研发的迫切需求 从而引发了一场双方都非常重视的芯片战争 看似明显的对抗背后 美中芯片战争实则非常复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美国和中国的芯片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 美国的芯片设计技术需要依赖中国的庞大市场 而中国则需要依赖美国的芯片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 这种相互依赖性给双方施加压力 但也使他们有动力寻求合作和谦让 此外 美国对华为等公司的封锁 也使得其他国家开始关注到 依赖美国芯片技术的风险 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多元化选项 进而推动全球芯片产业的重组 未来 美中芯片战争可能会有以下一些发展 首先 中美之间的技术冷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这将不仅仅局限于芯片技术 还可能涉及到AI 5G等关键领域 其次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大研发力度 争取在某些芯片领域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然而 这需要时间和巨额的投资 最后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可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 在美国的封锁压力下 中国可能会加速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 同时 欧洲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也可能看到这是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机会 从而加快自身的技术研发步伐 总结一下 本次新闻报道了美国司法部 起诉中国芯片制造商福建进华 窃取美光科技商业机密的案件 然而最终福建进华被法院裁定无罪 这个判决对美国政府打击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动 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在这个严肃的话题中 文章以幽默的角度对事件进行了解读 揭示了其中的滑稽和荒谬 从法官的判决可能缓和拜登政府激进起诉行动 到美光科技试图安抚中国的尴尬 以及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的荒诞 文章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不同的思考角度 芯片战争作为美中两国之间复杂的科技竞争 和地缘政治关系的一部分 也在文章中得到了提及 尽管双方存在相互依赖和合作的关系 但目前的形势下 技术冷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并且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可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 最后 观众们可以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们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美中芯片战争的发展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参与讨论 一切烈的关键 三小姐 两小姐 三小姐 bueno一切烈的唇